文化年间的某天 画家葛式北斋的三女儿阿荣降生了 这个女娃娃是最像她父亲的孩子了 黑漆漆的毛子总是盯着父亲铁杖做画 女儿啊 这个世界是由圆圈和直线变成的呀 你看画两个圆再加两个三角 是妈妈呀 阿荣欢笑起来 父亲比笑的动物如同活起来一样 在阿荣眼里 原来这就是画画呀 时光啊过得比光还快 推开窗户 整个房都亮堂起来 不应在晨曦里面的大姑娘 是长大的阿荣啊 本来已经家人的阿荣 因为看不起丈夫的画迹 也不会持家被修回娘家了 阿荣不在意 回娘家正好可以每天都做她最喜欢的事情 画画 铁杖也不在意 画室正好多了一个画工 只有妈妈小兔才会唠唠叨叨 街上的火警钟响起 阿荣跳起来 冲到江边 对岸的街市燃起大火 好美啊 千灰色的云层下 浓厚的黑烟中 喵嚷的火焰死影实践 阿荣眼里闪着光 他喜欢这美丽的颜色 哎 阿荣 是父亲铁杖的半个徒弟 善哥 阿荣和善哥很熟悉了 只是家人后 有一阵子没见了 今天突然相见 阿荣的心突然加快起来 我是怎么了 阿荣暗想 眼里闪过一丝慌乱 善哥善于画美人 春雨泪别烟柳像 青石道画美人归 江户城中许多花魁 都争相请善哥帮忙画像 连有名的作家马晴先生 也邀约善哥合作呢 我听说有人因为 看不起夫君的话 得先回家了哟 啊 都这么说吗 不过也没错了 阿荣和善哥都笑了起来 阿荣我知道你最看重的 就是画画了 善哥突然收起 顽世不公的笑容 认真起来 是吗 阿荣低下眼帘 你呢 善哥 你为什么学画画 为了名气 为了钱 还是真的喜欢画画 这是个秘密啊 善哥靠近阿荣 低声说道 我学画画 是为了抱得美人归啊 然后那幅玩死不公的嘴脸 又浮现在眼前 阿荣微称道 我说什么呀 亏我那么认真问你 阿荣自己知道 他的心跳又加快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阿荣父亲铁账的名号 也越来越响 连西方的荷兰人 也慕名前来购买 葛式北斋的作品 重金定下十五张的画 只是要求是蓝画 所谓蓝画 是将西方的绘画技法 和日本绘画技艺 结合在一起的画 蓝画 别看不起人哦 铁账嘟了脑 他亲自绘画其中三张 其他十二张 打好底稿 让阿荣和徒弟们上色 阿荣则专门负责 其中的一张 卖春妇 阿荣可没他父亲 那么淡定 尽管也尝试过蓝画 但是还是没底啊 阿荣让的底稿 迟迟不敢下笔 这时候 善哥又来到画室 他看到阿荣笑道 别发愁了 其实我很羡慕你哦 心中有努力的目标 尽管坊间称呼我为 北斋第二 但永远只能跟在先生后面 先生曾经说过 绘画就是不断的练习记忆 把它融入身体里面 直到成为画师的一部分 还有资格创立自己的路 我一直按照先生的话去做 但到头来 却只能是北斋第二 阿荣看着有些怅然的善哥 本想劝慰几句 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他自己也迷失在绘画的迷宫里面 有什么资格劝善哥呢 走 带你去一个地方 善哥又恢复了 万事不公 万事不在心头的模样 他们坐着小舟 来到江湖对岸 一路上 江水碧绿 樱花粉淡 而善哥却待着阿荣 走入那艳红高照的一击馆 馆内花魁早已熟识善哥 热情款待二人 跳起了舞蹈 阿荣看着那扭转的身姿 在灼光下映出千百变化 突然一挤那江岸的火焰 浓烟 乌发 雪敷 白云 洪春泥上千回百转 不就是那发出魅惑的火焰吗 给荷兰客人交稿的时间到了 客人尽管对葛瑟北斋的名誉深信不疑 但对其中那幅卖春赋评价颇低 阿荣看着江水 卖春赋不就是我阿荣负责画的吗 为什么我那么努力 付出那么多 却依然在低谷排环呢 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绘画 铁藏来到阿荣身边 看着这个最像自己的女儿 也趴在了栏杆上 你知道吗 我也经常如此 望着眼前要画的东西 可灵感的玩意儿却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无从下笔啊 但这就是画者的命运啊 追寻失败沮丧 放下 追寻挣扎 阿荣别烧他吧 但困难不仅仅来自于画笔之下 铁藏突然病倒了 是中风 他只能躺在榻榻米上 流着口水 再也无法挥动画笔 阿荣只能负起画室的运作和照顾父亲 消息传出后 许多葛式北斋的亲朋故旧都爱看望 而铁藏几十年的老友 或者叫老冤家对头 马晴先生也来了 马晴先生是著名的作家 曾经和铁藏合作出书 但也因理念冲突 二十年不合 马晴骂铁藏 你甘于躺在榻上了却缠身吗 然后给阿荣留下了治疗中风的偏方和原料 黄氏净书风流氏 画痴会满浮生情 笑马恩仇二十载 对头老友马先生 就在铁藏身体日渐好转之时 一直尽心照顾父亲的母亲小兔 却急病去世了 阿荣看着母亲 无泪更显悲凉 善哥来到江边看望阿荣 说起家事唏嘘不已 阿荣自责 我只顾着让铁藏早日拿起画笔 却忽略了母亲 难道我看重画画比亲人更甚吗 有一无意中善哥说起 他和昔日那个花魁已经在一起了 阿荣心里一灵 脸上却如江边之时波澜不惊 真是如此了 当善哥拿出新画 看着画中善哥用新颜料绘画的图景 阿荣心中之时突然裂开了 他伸出手 轻轻抚摸着善哥的脸颊 两行轻泪滚下 是什么融化了那颗石头 是善哥的柔情 是家人的变故 还是在因缘机会之下 有一朵浪花 击中了那石头不可说之处 阿荣不明白 他只想拥抱眼前之人 让泪水尽情流下 江户的大火 烧掉了善哥居所 善哥下落不明 也烧掉了半个江户的绘画业 而大火 也让江户绘画 浴火重生 隔世北斋在此几回之下 创作出著名的 傅院三十六景版画集 这是日本绘画史上 里程碑式的作品之一 阿荣陪伴在父亲身边 看着父亲创作出这一系列作品 这些作品都有一个相同之处 就是在画面的中心 都是富士山 富星铁杖名号 葛世北斋 内涵北极星的含义 而北极星是 妙见菩萨的画线 据说铁杖成名前 曾在妙见菩萨坐前 拜求二十四天 求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画师 在二十四日之夜 风雨雷电交加 铁杖归家路上 被雷电击入到天 致此才华横溢 北极星是天空不动之星 万物绕踏而动 而富士山是日本的不动之山 万事万无悠悠 唯有富士山 窥然不动 天空不动之星是北极星 日本不动之山是富士山 富星心中不动之处 就是那求化之奥义的魂魄 我的不动之处是什么呢 数年过去 突然间善哥又出现在阿荣面前 阿荣淡淡回应善哥的问话 心中却五味杂成 一喜一杯一怒 数年阴性全无 你阿善又如何呢 善哥说 他不再做话了 你多加油吧 善哥有些话没说出来 但阿荣知道 善哥自觉走不出一条 属于自己的绘画之路 但你阿荣可以 阿荣说 父亲是自己的光 阿荣的话也没说尽 但阿善知道 阿荣觉得自己也在铁杖的耀眼光芒之下 赤指引也是无法超越的存在 可你也是我的光啊 阿善对阿荣说道 然后起身 走了 阿荣让的背影 内心如江水一样流淌着 可是北在74岁以后 有一阵子减少了作画 陷入了瓶颈之中 而画室也常被火所烧 阿荣陪的父亲四处颠沛 八十后 铁杖才有重新找回绘画之出路 这一日 他突然告诉阿荣 阿善走了 去送送他吧 阿荣没说话 冲出了门口 在善哥的门口 阿荣看到了出兵的队伍 看到了在木桶里的阿善 永别了善哥 阿荣心里有一扇窗 永远的关上了 那光停在了窗背后 阿荣留住的那道光 和阿善在一起的记忆 从笔下露出 每一个笔下的女子 都有自己的故事 自己的心事 自己的窗户 自己的光 铁杖的大弟子前来拜访 看到阿荣正在创作的富士山 和阿荣正聊起 突然阿荣不经意的话 如闪电一样 劈开了久久盘横在铁杖心头的乌云 阿荣啊 我们完成的富士山吧 老爷子趴在他一辈子趴着的画板上 空气中凝重如山 四周一切都纹丝不动 只有铁杖的画笔在纸上游动 龙 一条苍龙 从天鹅降穿过画笔 出现在富士山上 带着一片金烟 富士山月龙土 阿荣啊 如果再有五年时光 我或许就能处到花花的门道 阿荣望着纸上跃动的苍龙 黯然泪笑 铁杖锁龙 或许他已经知己到了 铁杖那不动的画魂 终于越过富士山 飞向北极星 父亲走了 阿荣继续寻找他的路 什么是画画呢 夜市中 如光下 阿荣一辈子经历的种种 凝成一道光 破开画纸 射入夜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